读一篇文章,题目是《梵高与高庚共同度过的惊心动魄的62天》 梵高和高庚生于同一个年代,相差五岁 历史有时是以极端冲撞的方式积设出创造与美的灿烂火化 他们的生命中一瞬间曾经有过交集,不过很快就分开了 在那之后,梵高割掉了自己的耳朵 同样的自画像主题,一位化身为日本僧侣 一位自以为悲惨者,同样的夜色咖啡厅 他画下了令人窒息的寂寞,他涂抹了深沉的冷静 他们在一个时代相遇,也在一个城市相遇 他们相遇在文明的高峰 梵高1887年在巴黎与高庚相遇 很短的相遇,然后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 梵高去了阿尔,高庚去了布列塔尼 他们对那一次短短的相遇,似乎都有一点错愕 怎么感觉忽然遇到了前世的自己 高庚认识梵高的那年,正是两个人都现于生活最低潮的时刻 高庚无法照顾远方的妻儿 常常自责绝望到要结束生命 梵高与妓女仙刚刚分开 所有宗教的狂热与爱的梦想全盘幻灭 孤独到巴黎,头高低低 两个完全相似的绝望生命 却共同燃烧着艺术创作不可一指的热情 他们似乎在对方的绝望中看到了自己的绝望 他们也似乎在对方燃烧着热情的眼神中看到了自己的热情 高庚与梵高的相遇向不可思议宿命中的时刻 相互激荡出惊人的火花 1888年10月,他们从聚在阿尔 要一起共同生活两个月 更巨大的撞击将在一年后发生 他们历史的宿命纠缠在一起 一切风发,自由奔放,且充满自信的高庚 是梵高向往的对象 而和高庚共同生活的梦想则与日俱增 此时梵高35岁,高庚40岁 梵高对高庚的感情是对前辈的尊敬与敬畏 对伟大艺术家的向往与嫉妒 以及对朋友的热爱与不安等等 复杂交错 在高庚决定前往南方化石时 梵高兴高采烈,心绪若狂 长久煎熬的孤独感得到缓和 因为只要有了高庚 今后再不用别人致命方向了 准备迎接高庚的那个月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梵高最幸福的时刻 为了高庚要来二 梵高刻意布置了他的房间 这张房间像是梵高布置的新房 用来庆祝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用来准备迎接一个全新的温暖的生活 明亮的暖色调 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的空间 这是一个梵高梦想的家 它是为高庚的到来而布置这个家的 那么它是以多么强烈的欢心与兴奋 在经营这个家 为了迎接高庚到二 梵高处在一种高亢的情绪中 他读了一些有关日本的文学描述 他一直半解地向往着遥远的东方 东方的僧侣 用一生的苦修把自己献给信仰 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修行成永恒不灭之佛 梵高的自画像中 这一件最强烈又最平静 极其素朴又极其庄严 梵高自己很看重这件自画像 他把自己送给高庚 并却比为日本僧侣 献给永生之佛 遥远的距离或许产生了最美的 友谊的幻想 梵高创作了一张杰出的自画像 送给高庚 高庚也画了自画像 送给梵高 他们相互激荡 出了创作上的火花 两人的风格都逐渐达于顶峰 梵高狂热渴望高庚到二 两人共同生活一起画画 他为高庚准备房间家具 甚至特别为高庚的房间 手维了墙壁上的装饰 梵高为高庚画了向日葵 他要把这南方阳光下的盛宴之花 送给高庚作为迎接他到来的礼物 向日葵 向日葵向在阳光中燃烧自己的火 阿朵 野焰顽强热烈彪寒 使人感觉到旺盛而炽烈的生命力 梵高寻找着阳光 从宇岸的荷兰到巴黎 又从巴黎一路南下 到阳光亮烈的阿尔 梵高自己就像是追逐阳光的人 当时高庚在布列塔尼贫病交迫 梵高呼唤高庚前来 他觉得可以照顾这个落魄辽道的朋友 葵花插在桃罐里久了 花瓣很干 像乱草飞张 葵花的中央是一粒一粒的葵花籽 珠褐蜜蜜的小点 使花地显得更顽强 这是赤裂强悍的生命 但被截断了 插在桃罐中 好像有一种顽强的对抗 好像生命在最后死亡的时刻 依然如此热烈的延烧 这样灿烂的花 这样的明亮热情 用全部生命来燃烧的花 梵高指明是要送给高庚的 他希望把这些向日葵 挂在高庚的房中 他为高庚准备了最好的房间 他一再跟朋友描写他如何为高庚 布置了一个优雅的住处 他把自己画的向日葵挂在墙上 等待高庚的到来 向日葵是梵高最纯粹的热情与爱 那些明度非常高的黄色 事实上是大量的白色里 调尽一点点黄 像日光太亮 亮到泛白 亮到使人睁不开眼睛 梵高也许不知道他画的正是他自己的生命 那么热烈 无论是友谊或爱情 都是很害怕 梵高在长久巨大的寂寞中 渴望着一种温暖 他也许分不清楚那是友谊的温暖 或是爱情的温暖 但他确实在作品中强烈地表现出 很具体地对温暖 家的温暖 人的温暖的渴求 床与椅子都像是一种等待 等待某一个生命里特定的对象 画完房间 10月28日高庚来了 高庚在1888年10月28日到了阿尔 一下火车 连车站咖啡馆的老板吉尔努斯先生都认出了他 因为梵高早已拿着高庚的画像四处宣传了 高庚走进梵高为他精心准备的房间 看到墙上为他画的向日葵 高庚是什么感觉呢 1888年11月 高庚曾经为梵高画了一张像 画像中梵高正在画向日葵 在1888年12月 梵高画了高庚的凳子 椅子不再是空的等待 椅子有了专属的主人 椅子上有着主人不同的物件 墙壁上有一盏亮着的灯 一圈昏黄的光 这是深夜 高庚似乎正在椅子上看书 但是离开了 椅子空着 灯光 烛光 物资在燃烧 梵高的椅子 非常单纯 地面上是褐色方砖 一把木椅 在房间中出现过 这把椅子是欧洲民间最粗朴的家具 但是简单 顽强 有力 像是在对抗什么 牢固 不肯妥协 四个脚的木腿像柱桩一样 顽强 没有一点退缩与让步 这两张椅子只是他们偶然误解的位置 他们偶尔一坐有各奔前途 椅子像是短暂梦想的记忆 梵高精神亢奋的狂热 并没有感染高跟 他们日日夜夜在一起作画 常常画同一个主题 同一个风景 但是观看的方式却完全不同 梵高画过阿尔的夜间咖啡屋 是彩图极端对比的红色的墙 绿色的弹子台 黄色的灯光 有一种陷入精神高度亢奋的错觉 这是梵高走向梦想的巅峰 也是梵高走向毁灭的开始 他已经开始用燃烧自己来取暖 用燃烧自己来发亮 高宫同样画了夜间咖啡屋 他以咖啡屋老板娘吉诺夫人为主题前景 也用到墙壁的红 弹子台的绿 但是色彩被一种黑色压暗 和梵高画中强烈的对比不同 高庚的画面有一种深沉的冷静 他好像要刻意过滤掉梵高画中 过度高昂的情绪 但他们的相处并不和谐 生活如此紧密的关系 太多冲突 太多摩擦 太多繁琐细的现实细节 会使两个敏感纤细的心灵发疯 会使两个自我个性强烈的心灵发疯 高庚时候描述梵高要发疯了 他长长半夜忽然惊醒 看到梵高向他走来 凝视着他 又无言地走回自己的床上摔倒 好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梦想在现实中 变得荒谬扭曲 琐碎而难堪 就在阿尔这段时期 高庚在12月写了一封信给画家贝娜 谈到自己与梵高的巨大冲突 他说 我在阿尔完全失去了秩序 我发现一切事物都这么渺小 没有意义 风景和人都一样 整体来说 我跟梵高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特别是绘画上 梵高赞美杜米埃 比比尼 新艳和伟大的卢索 所有我不能忍受的家伙 而我喜爱的安格尔 拉斐尔德加 他都厌恶 我跟他说 老友 你对 只是为了获得暂时的平静 他喜欢我的画 但是我一开始画画 他就东批平西批平 他是浪漫的 我却可能更要素朴 这一段信上的记录 大约透露了两位伟大的创作心灵 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困扰与难题 他们生活在一起 缺乏了各自的独立的空间 缺乏了各自完全面对自我的孤独时刻 没有完整的孤独 不可能有纯粹的自我 创作势必受到干扰 高庚恐惧梵高的激情 他感觉到那激情中精神的躁遇不安 同居两个月 以巴巴巴年12月24日 高庚在于梵高争闯后 彻夜不归 在寒冷的阿尔街头游荡 他发现梵高跟在后面 手中拿着剃刀 一步一驱地跟随着他 高庚落红而逃 住在旅馆不敢回去 梵高在一个人极度绝望的一晚 举刀 割下了诱饵 高庚通知了梵高的弟弟 自己整理行李 匆匆离去 结束了他在阿尔的行程 也结束了他与梵高 共同创作的梦想 唯一治疗梵高的可能是绘画 特别是他一系列的自画像 自画像是梵高留给世人的病历表 他的焦虑 他的狂想 他的热情 他的愤怒 他的激情 与宁静都在自画像中 我们说梵高疯了 1889年5月 梵高住进了精神疗养院 仍然持续画自画像 满了胡子 额头很高 深深摇现的眼睛 流露极度忧苦的心事 眉头纠结着 整张作品 以生腾缠绕如火焰般的卷曲 笔触画出背景 我们清楚看到 似乎在地狱般的火焰中 承受煎熬的灵魂的剧痛 梵高与高庚之间通信仍然不断 梵高在精神变运中 病院中一封一封书信 记述着他寂寞中的心事 高庚也仍然在回信中 详细续述他的作品 两个人都像是在向最亲密的自己 讲述自己 然而或许他们只是找到一个借口在读白 1889年1月初 刚从病院出来 头上包着纱布 正在画戈尔字画像的梵高 受到高庚的信 现在梵高的作品播种着 两人不提往事中的不愉快 与冲突 各自鼓励着对方 梵高在圣雷米的精神疗运院 待了一年 从1889年5月到1889年5月 到1890年5月 这一年他创作最丰富 创作的旺盛生命力 如同火山爆发 滔滔不绝 喷射而出 疯狂像一种高热的火焰 烧化了他生命中的一切杂质 像淬炼成精纯的钢 高热的燃烧 使生命淬炼出绝对的纯度 正常人是做不到的 梵高以创作把生命 带到华美的巅峰 但也是精神崩溃的边缘 他最后一年的创作 仿佛用全部的生命 在拥抱大地 卖天 阳光 草野 天上的风 云 鸟声或星空 他的绘画里不只是视觉 他带领观者的眼睛 去触摸坚实的山栏 岩石于泥土 他带领观者的眼睛 去绘文空气中山木与薄树的气味 绘文脉水成熟以后的风香 他带领观者去感觉 阳光在草野上的温度 云在天空流转于风的声音 最远最远的天际 一颗星的声音 很不可思议 这些都是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感觉到的世界 这么细致 这么宁静 这么纯粹 是不是因为缺乏了疯狂的部分 许多人看不到 樊高看到了 看到了无数不在的美的奇迹 但是他知道 看到美的奇迹 要用死亡做代价 要用自己全部的生命来交换 樊高在奥违停留的时间 只有两个月 他孤独地走在小镇上 走到田野中 大片大片的麦田 七月的麦田已经结碎 泥土和阳光 干热的强烈气息 弥漫在空中 麦田的翻飞 变成一块块 鹤黄色相互挤压的笔触 好像没有出路的力量 在画面冲突着 他画得很快 好像没有时间 夏天 午后轻刻的乌云灭布 轻刻的雷声 轻刻的暴雨 都蓄势待发 他疯狂地把燃料 挥霍到画布上 来不及调和 也来不及涂抹 燃料厚实地排列在画布上 绿色的草 树 白色的云 蓝色的天空 黄色的麦田 一切都还原到 最简单的形式 樊高在奥违的麦田里 举起了枪 高庚没有参加樊高的葬礼 他默默远渡大洋 去了南太平洋的塔西提 他在樊高自杀后远渡重洋 在最原始的土著文化中 找到自己宿命的终点 他还有十多年的路要走 方高用短短两年时间激发 锤炼出生命最美的精华 高庚却是用更大的平静与耐心 去回归原始 找到内敛而饱满的 另一种生命美学 最终完成了他的剧作 我们是什么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要往哪里去 两个个性强烈而纯粹的创作者 各自坚持 执着自己的生命行事 樊高即将走向 他纷繁的纯粹世界 高庚将远远逃离文明 走向原始的打西地 两个完全相似的绝望生命 却共同燃烧着艺术 创作不可遏制的热情 他们似乎在对方的绝望中 看到了自己的绝望 他们也似乎在对方燃烧着 热情的眼神中 看到了自己的热情 好了 读完了这篇文章